这个case在万锦 它这个门关不上 原因是什么呀 就是说它这个门呢 当时做框呢 做大了 做大了 然后这个门现在是往左斜 这么大缝子 往左斜 下面是靠近的 下面是大缝子 然后这边呢 下面大缝子 上面靠近的 下面大缝子 这个dustop已经不起作用了 只有上面这一点点起作用 如果把这门给它调正了 现在门是这样的 如果调正的话 那么这门就小了 dustop就不起作用 所以呢 看看怎么做 然后 要不就加一个dustop 在这加一个dustop 要不就是 把这块往下移一点 就可以关上了 就这两种方法 现在这个门呢 就这样调好了 关上它 就可以了 这个呢 我想是 可能屋主自己 自己做的 因为后面呢 做的 应该不是挺专业的 所以呢 它 我感觉它的框呢 就是有点大 然后 现在只能这么调 调完之后 然后它的casing casing也没有说钉得很好 而且还是不同的类型的casing钉呢 就是对付的 错误的钉而已 所以呢 现在把它的这个 门歪了 门歪了 所以它关不上了 这个 刚才门歪了 这个舌头呢 在下 这个 这个挡板在上 那么现在呢 没有调这挡板其中下 把这门给震过来 然后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了 所以呢 就ok了 就现在